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咨询和金融服务 总部位于纽约 并在东京 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 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 2020年1月22日 名列财富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榜单第27位 2020年5月13日 高盛集团名列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榜第47位 2020年7月 福布斯全球品牌价值100强发布 高盛集团排名第85位 可见 高盛的实力绝不一般 高盛最大的股东之一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毫无疑问 这是共济联盟旗下的一家公司 也可以说是共济联盟的一只猎鹰 主人需要他飞到哪里 他就飞到哪里 喝血吃肉 阻击 做空 操控某个企业 产业 甚至一个国家 高盛从成立之初 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腥风血雨 经历了无数次风雨沉浮 从1929年起 高盛精确阻击目标国的经济或者金融 操控经济危机 终于登上全球金融的巅峰 高盛是著名的泡沫制造专家 制造泡沫的手法 一个是制造新概念 还有一个是影子操纵 比如说2008年的越南危机 这个国家在2007年就出了问题 可是在2008年3月之前 高盛把越南炒作是越南概念 亚古新宠 还把越南纳入了新钻石十一国 挑高平级级别 不断呼吁人们进入股市和楼市 由于高盛的力胖 越南股价和楼价迅速拉高 结果到了2008年4月 所有资金突然全部撤出 越南股价和楼价大跌 通货膨胀率高达25% 1994年 高盛借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东风 在北京和上海分社代表处 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此后 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 并通过入股中资大型企业 担当承销商等途径向中国市场全面渗透 阿里巴马与高盛的关系 1998年12月 四通在线完成了与美国华院咨询的合并 创建新浪网 自此曹国伟长期担任四通立方与新浪网的总裁兼CEO 并领导新浪网成为全球最大中文门户网站 而四通立方的背后就是华丹国际集团 其成立于1987年 目前是全球最著名的投资资本公司和国际风险评估机构之一 华丹国际集团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硅谷 可想而知 华丹国际背后的国际资本集团到底是谁 华丹国际隶属于美国的中金河集团USI 而USI集团又隶属于美国高盛基金公司 高盛作为美联储最大的股东之一 其背后正是犹太资本集团在掌控着美联储的全局 而中国的新浪微博 背后的大股东就是高盛集团的外客公司 因此毫无疑问 新浪微博属于美国共济会犹太资本掌控的传媒大佬集团 2012年底 凭借共济会高盛集团的授意 杰克马雄心勃勃地实施了对新浪微博的收购计划 2013年4月29日 阿里巴巴和新浪微博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阿里巴巴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以5.86亿美元购入新浪微博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和普通股 占微博公司全息是摊薄后总股份的约18% 同时 新浪授予了阿里巴巴一项期权 允许阿里巴巴在未来按实现约定的定价方式 将其在微博公司的全息是摊薄后的股份比例提高至30% 就话意味着杰克马的阿里巴巴可以控股新浪微博 由上可知 高盛与阿里巴巴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 蚂蚁金服的上市 其股权并不明晰 蚂蚁暂时停上市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股权必须穿透 也就是必须知道谁是蚂蚁金服背后的真正老板 绝不允许出现通过白手套带持的现象 那么 我们自然就可以怀疑 蚂蚁金服的真正股东是否包括高盛之类的国际金融机构 如果蚂蚁上市成功 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将逐渐被国际金融共济会所控制 高盛深度燃指中国经济各领域 如果说以上对于蚂蚁金服的股权结构上述猜测 那么一些年来 高盛对中国经济的渗透 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2003年高盛与华荣成立荣盛资产管理公司 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 在当时 荣盛公司是第一个正式注册 并得到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 后来 华荣出了一位刚刚落马的人物赖小民 可想而知 背后隐藏着多少交易 高盛不仅涉足我国的实业 金融 地产 还担任一些省政府的财务顾问 可以肆无忌惮地审查我国政府的财务状况 高盛还担任债券发售的主承销商 帮助我国政府发售全球主权债务 因此 高盛对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也相当熟悉 此外 我国许多大型企业要海外融资 也必须请高盛全面 彻底地盘查家底 因此 凡是经过高盛咨询服务的企业 都见乎无秘密可言 像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等石油巨头 在股份配售成销 账簿管理 海外并购等各方面 都得到高盛的周密服务 正是因为高盛对中国石油企业了如指掌 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吵架总能轻易做空中国石油 共济联盟旗下的这支猎鹰高盛集团 已经全面渗透我国的方方面面 包括电信 石油 地产 金融 证券等等 对我国的经济数据发展走势了如智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行不对等的开放政策 我们的产业向美国开放 允许美国收购股权 而美国却不允许我们收购美国公司的股权 当然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让出一定的市场给西方资本 发展我国经济 对我国经济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西方资本的深度介入 我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蚀 甚至在很多领域面临失控 以高盛为代表的共济联盟 其根本战略目的就是 掌控我国的经济主权和金融主权 长江经济带座谈会的新提法 大领导在江苏视察期间 在南京召开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大领导有个新提法 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执迷之劳开放安全网 此前 关于开放的表述 一直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此次强调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也不同于上半年疫情结束后 一直强调的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 我理解 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多是地缘政治 军事层面的考量 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 强调更多的可能是金融安全 进一步扩大开放 最大的风险依然是金融 现在突出强调执迷之劳开放安全网 我们看到了决策层的底线思维和未雨绸缪 可见我们对开放可能遭遇的风险都做好了准备 当前 内外资本有河流之势 对于国际金融资本来说 收割中国 瓜分中国的财富 重复当年分食苏联的故事 是他们度过此轮危机的唯一办法 对于内部投机资本来说 由于天然的原罪 他们有深深的不安全感 与外部资本合并一处 是一种理性选择 美国金融创新带来的恶果说明 当一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 争相投奔资本 并设计各种收割韭菜 危害国家长远经济安全的金融游戏时 最终大众和国家经济都要受到严重威胁 跨国资本集团 对于向目标国输送 复制华尔街的这一套 培养徒子徒孙 是不遗余力的 金融战术是衰落霸权 减盛的利器之一 我们必须助劳金融防火墙 不能被忽悠 金融领域一旦犯重大错误 就是洪水滔天 好在大领导的新提法 已经表明了底线意识 底线思维 能否在金融领域抵挡住 供给联盟的进攻 可以说关系到生死存亡 所以 最近中国仿似无声之中 不断听到整顿金融的惊雷之声